街路市的东风街上居民最近发现 家里头的自来水老是又灼又黄的 短短一个月 水公司就送了四次污水 家中的水塔才刚刚清醒又变脏 而且呢每一次反应都没有用 有水不能用还得照搅水费 这样子的供水品质 让附近的居民都气得跳脚 一看到自来水公司的人员当地居民好生气 那种污水要他们看看 这样的水质究竟谁敢喝 只看到水公司的代表一连铁清扇 强调会马上处理 但是短短一个月就送了四次的污水 居民才刚请人洗水塔 马上又是一片浑浊 打开水龙头 原本应该清澈透明的自来水 却又灼又黄 根本没人敢用 现在还黄 真正一半是黑的 我们要吃水要怎么办 不知道啊 我去不要逛钱水 那要马上把这个源头给找出来 第二个 就是说该赔长的部分 该部务长 我们一定负得到的 不管是民生用水 还是开门做生意都大受影响 石公司无法找出污水源头 让金融市东风街上的居民抱怨连连 现在已经开挖勘查找原因 要平息居民的怒气 我们下个人家的逛逛 Walau 中文字幕——YK